HELLO 聊四季 天天同心 大家好我是HELLO 今天來看硬佳人對上伯利典人 這場比賽是軍閥3的表演賽 OK 軍閥3已經開賽了 這個開賽前是由MBL跟DOT來進行表演賽 那軍閥的比賽他們的聰明術開局是比較多的 所以看到開局的模式會不太一樣 那這邊是看到DOT是選擇了硬佳人 硬佳人最大的特色是他所有的陸地軍事單位 都有這個食物消耗的界面 而且硬佳人他的單位有一個新增單位 是這個投石手 對抗步兵單位非常強大 那本身硬佳人他的老鷹是遠防最高的老鷹 那個支霧盾可以讓老鷹的防禦力高達10點 所以不練典人的常攻兵跟強弩 打老鷹的話是完全打不動的 那如果出騎士的方面呢 又會被硬佳的槍兵給解決掉 而且還有這個食物消耗的減免 還有這個槍隊長也是喔 那如果不練典人出步兵呢 又會被投石手給打爆 所以硬佳人有各種方式可以壓制不練典人 那硬佳人的打法還是比較偏下於軍事方面的 前期的槍矛前壓是對於硬佳人來說一個很好的策略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到不練典人 那不練典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弓兵射程非常遠喔 而且他的TC的木頭造架是只要一半而已 所以他在3TC堪農時候可以迅速堪農 然後趕快轉出常弓兵來喔 那不練典人呢 他的弓兵比較可惜的是沒有拇指環 所以在射速方面喔稍微有點遺憾喔 那打法呢還是比較偏向弓兵騎兵部分喔 步兵的話是只有會出擊兵為主喔 那這個不弓兵加上擊兵呢 是打馬國一個正常做法 那打硬佳人這個南美文明就不會出到槍兵了 所以會說這個不騎兵為主在這場比賽裡面 好那來看一下兩邊地圖 那這邊地圖呢中間是有一個 這個算是挖地嗎 看起來是挖地 下面有非常多的資源喔 這個野礦野石 這個資源總量喔 比阿拉伯來說是還要多上很多的 但是這個地形呢 其實看起來蠻像阿拉伯的 甚至比阿拉伯還要更難圍喔 對這張地圖是蠻考驗兩邊的判斷的 該怎麼圍 或是乾脆不圍 直接靠反應防守 都是蠻重要的 好那MBL喔 這邊是決定要來圍一下 把這邊稍微圍石 後面補了一個伐木場 右邊把木頭補多一點 好現在老鷹黑暗時代 可以追著騎兵跑 但是永遠追不到 因為騎兵這邊的時候傷害是3點 老鷹的話是4點 而且血量上來說也比肉馬還要多 肉馬要到封建時代 攻擊力才會變成5點傷害的關係 所以現在硬家這邊老鷹 是有點無法無天的 而且現在支部技術也沒上 被抽一下噴4點血量是很多的 好那DOT這邊是稍微干擾一下 兩隻單位過來互打一下 這裡一定要把對手給逼出去 逼出去之後圍一下 這個回去木場沒有先敲 這個肉馬可能要被戳死了喔 23滴對17滴 好DOT這裡補下了封建時代 這邊的升級方式是 MBL選擇了直層打法 然後選擇為死不交流 如果要升時代的話 沒有打算要打封建 為死是最好的策略 那DOT這邊應該是有偵查到喔 圍了這麼多木牆喔 應該是十字八九是想要直層上去 那這邊可能就不能拖太久出太多冰 反正食物消耗不能消耗得太嚴重 全出黃金兵 老鷹配弓兵是最好 好 滅黃金我在挖4個人 所以可能要扶到6個人 才有可能應付出老鷹跟弓兵單位 好MBL 這邊是已經點下了封建時代升級 27吋 27吋點時代升級 然後這邊是一個星銀 而且石頭裡面都有 所以待會要挖一根寶出來 去打這個長光兵 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好 那應家人這邊的重點就是要趕快灑農田啦 這裡不趕快灑農田的話 肉會完全不夠 實在會落後非常嚴重 現在一有木頭 就要趕快拿去打農田 老鷹就加減按 工兵單位要考慮要不要去按喔 因為工兵其實也蠻好木頭的 25木頭 好 這邊是看來是要存按老鷹 不按工兵的 好 MBL這裡補了馬舟跟市集 然後點下了城堡石代 選擇了一個不挖石頭 然後圍死這邊的做法 好 這邊再爭取一點時間 異種螢幕補下 五個人挖金 這裡要不要點個一級挖金呢 說明有點被受到殘血了 快拿走 好 再次把這個洞補起來 好 現在這個洞補得很勤勞喔 右邊還有一個新的洞 好 村民被騷擾到 現在城堡石代是上去 洞補得也是升級 OK 好 接下來老鷹的數量來到了六隻 MBL 決定是使用前期的騎兵壓制 好 但是烏鷹的騎兵 有一點問題 沒有品種 所以血量上來說 是有點不太夠的 好 這隻肉麻雞殺掉了工兵 右邊補了一個TC 好 老鷹一進來 被騎士給逼退回去嗎 還是這邊要繼續打 來看一下軍兵操作 老鷹溜進來 但是兩隻騎士過來了 這個老鷹還能繼續打嗎 兩隻工兵卡在這個位置 老鷹串得過去嗎 好像有點卡 完了 這個還是陰刺 還不是陰勇士 打這個騎士 傷害還是有點差強人意 哇 這個騎士兩隻無雙 想砍誰就砍誰 要不要先砍殘血了 殘血的老鷹先扁 哇 這個老鷹全部吃乾母鏡 太舒服了 MBL兩隻騎士立大功 那這裡要趕快補一個修道院了 修道院要不要補在這個洞口 這個洞口堵一下 結果是要鬼轉下方的黃金框 修道院暫時不下 騎士繼續往前A 一家人補下了鷹勇士的升級 但是騎士要衝進來了 小心啊 用臭命扁了一下 補了一個修道院在門外面 鷹勇士還有十秒鐘 這一勞鷹可能不能停 殘血的騎士被追著跑 好 先來繞一下 看一下道德家裡的狀況 道德家裡好像沒有太多的問題 好 這裡門口給堵下 好 福利點人 這裡是三隻騎士繼續到 補下了攻擊技術 哇 難道是要轉裝甲步兵了 福利點長劍兵爆嗎 難道是長劍兵配長弓 好 兩個都是長 好 這裡圍一下 騎士被圍了一下 反打一下傷害 原地返回 MBL喔 這裡是用騎士去爭取時間 然後轉往3TC開農策略 那前期應該大概就是這樣 這邊還拖了一隻村民 還不錯 好 中甲步兵點下 前線的老鷹開始往前 收掉殘血的肉馬 好 轉了 轉出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準備要來出頭實測 壓制城鎮中心了 那MBL也很清楚 現在的他 是要打贏對方的兵力是很困難的 並且是3TC開農 經濟其實並沒有那麼的優秀 好 現在是60村打43村 到頭這邊是打3TC 老鷹豹 TC特強開 這裡要轉一台車 轉了之後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在野外 好 家裡的騎士還在囉 哇 結果騎士被招降掉了一隻 好 這邊的房子趕快修 偶使車過來砸村民 又趕快跑 好 MBL點下了步兵鎧甲 還有護衛技術 遺防跟移動師都有了 來 這邊是關鍵了 看一下這裡 常見兵數量11隻 現在沒有傷害 傷害沒有點 攻擊是9點傷害 老鷹的話現在是7加18點 比這個常見兵少一點 但是這邊數量很多 直接壓制 哇這一刀刀 都劍骨 常見兵拉了幾隻單位去應付後面的頭石特 頭石特被常見兵給接著跑 老鷹完全打步兵常見兵 常見兵打步兵傷害實在太高 收乾了老鷹 哇 這邊老鷹真的是打步兵常見兵 步兵打老鷹阿 就是厲害阿 OK 現在老鷹被追著跑 步兵生旅 繼續著想 好 生旅現在是27 27里血 招了一隻村民 打下3滴 現在MBL 現在覺得自己有優勢 想往前補城堡 大家應該有看到城鎮中心嗎 有看到城鎮中心的話 一定要補這個位置 但是很危險阿 有這個構成器製造所 如果MBL想要穩穩蓋起來的話 還是蓋在高地最安全 那如果要打兇點的話 就要蓋這個位置 MBL決定打穩 騎士 然後轉常見兵 但是如果破兵單位的話 到我們剛剛開頭的敵道 他可以直接轉出頭石手 頭石手打常見兵傷害是非常的好的 所以絕對不能再繼續出劍兵阿 MBL這裡城堡蓋完之後 要開始轉常攻兵才行 而且現在有奴炮在 不太好使用繼續步兵當作主力 扛正面來說還行 但勢必要轉常攻 好 道德這邊3TC也順利開了起來 但是村民術來說還是稍微落後 現在是69村 對以上發3村 好 現在道德看到了 欸 你在右邊有城鎮中心 還有幾片農田 那我壓一根堡 那我就賺 那現在道德不太敢正面對抗 現在後面有頭石手 奴炮 僧侶 反擊的方式白白走 這裡只能選擇後面直接撤退 落幹 裡面見兵 看要不要放出來趕快跑了 好 往上開跑 左邊這邊再偷偷挖了石頭起來 好 這裡有一波劍兵走過來 現在長攻兵射頭石手相當舒服 剪掉頭石手 長攻兵趕快反擊一下生鯉 剪掉 哇 長劍兵最後是活了下來 好 這個城堡蓋好 這一塊區域就變成道德了 道德這邊控圖控得非常好 好 現在MBL長攻慢慢出 剪下了二級射 好 城堡兵的準度堪憂 幾發射歪了 好 後方長劍兵往前 但是後方投石手一發就是一個 殘血的長劍兵直接被投石手給爆頭死去 這邊長劍兵繼續壓至前方建築物 開始拆除外圍的修道院 軍營 這邊都可以趕快一直拆 好 現在長攻在這 暫時投石手不是問題 只怕老鷹 那現在老鷹的部分沒有要回家的意思 看可不可以再繼續用老鷹 往外打MBL的村民 那MBL這邊已經早有準備 農田裡已經有長劍兵等著你過來 好 這邊長劍兵直接走進去 開打村民 好 這邊的長劍兵越來越多 這裡可能要壓寶 三隻長劍兵可能會被招響 長劍兵趕快過來點生女如何 先點生女 先點生女 生女先點掉 這裡想要撿生物 有機會繞蓋嗎 撿了兩顆生物往後走 但是又被射下來 哇 最後還撿掉了一顆 道德這邊太合了 招響完之後 還在對方長劍面前 硬撿生物啊 這是相當硬要 但還好MBL這裡有彈道血 所以後面這邊還射得到 我會射歪 這裡頭石手反擊 哇 這個血量掉很快 頭一次死一隻長劍兵 這個頭石手有最小射程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使用頭石傷害 去攻擊這個長劍兵 先打點下銀罐技術 一定安彈弓 才可以增加這個 減少頭石手的最小射程範圍 好 MBL 直接壓寶 壓在這個高地 把你的高地變成我的高地 雖然你把中間地圖給控住了 那我就先來控你的農田 好 農田想要控 長劍兵過來 但是後方的兵力 沒有直接往前補 這裡長劍兵直接被弩炮 加上老鷹給解決掉了 好 兩邊在同一時間點下帝王時代 好 到這裡地址被燒到當中 充數稍微有點落後 大約落後快要20吋 那目前支援量來說 布列典是贏的 快要3000隻技能 好 游車有一波小打鬥 這一波老硬有點抓到MBL村民了 這裡頭石手不好 這邊反抗回去 這邊頭石手有點難纏 哇 村民又被抓掉幾隻 好 道特這邊是補下了二級攻 MBL補下了二級防 場劍兵的防禦繼續升級上去 好 右側的印第安 頭石手把全部死去 這裡趕快繼續補下城堡 開始控了右邊的墓區 這張地圖木頭是非常稀少的 所以只要被控木就很尷尬 好 帝王室戴一補下 趕快補巨型頭石機 左邊的長弓全部被抓掉 哇 這邊長弓 集結點是不是射錯了 一直往前送啊 好 目前來說 MBL生物是稍微有優勢的 三個生物 加上右邊這裡總共四顆生物 經濟來說是蠻好的 但是現在重點是要 公開產出巨型頭石機 那MBL這裡可能會打一個多線巨頭拆 道特也是 這邊也產巨頭 右邊這裡也產巨頭 但是正上方的這個城堡 是有這個巨頭的高打低的優勢 那道特是選擇 MBL是選擇在後方的城堡 產出了巨型頭石機 而不是正前方 那現在正面來說MBL很尷尬 長弓兵只會被老鷹追 但還好雙手劍兵已經升級上去 打老鷹非常痛 這邊是金瑞英勇士有點強 長劍兵來擋一下 這邊補了非常多的石牆 並也被老鷹飛一波直接暴斃 好 巨型頭石機 繼續進攻 先拆掉右邊的城鎮中心 好 這一波老鷹直接飛到臉上 哇 無三櫃開門 讓老鷹有機會進去 城門不會關 趕快趕快 拉更多老鷹進去 丟個一波 好 現在右邊的村民也被追著 現在中間這根城堡 暫時還可以修起來 現在長劍兵數量 雙手劍兵都在正面 正面可以直接拆巨型頭石機 最後這邊老鷹全部被解決掉 但是家裡已經一片狼藉 MBL的村民數下降非常多 村民數已經持平了 兩邊都是120吋左右 好 這裡MBL 直接用巨型頭石機 反制道德的巨頭 現在城堡不掉 現在道德的現狀 哎呀 你這面的雙手劍兵少 老鷹飛上去就對了 直接拆掉三台巨頭 哇 六百斤就這樣沒了 房間兵突然往前 也有抓到一些村民 但是兩邊互相傷害的結果 怎麼感覺MBL比較虧一點點 好 下方這裡還有小打作 兩邊的資源量 開始有點拉近了 並家人現在只輸 兩千資源而已了 好 但是道德也是有受到經濟損傷 這個TC被拆掉 農田可以再拿回來了 繼續復根 剛剛被遺棄的農田 好 後方這邊稍微微一下 最後城堡 還是被巨型頭石機給拆掉了 好 這裡補下來更多的軍營 好 黃劍兵 好 黃劍兵 這一波吃掉了非常多的老鷹 哇 這個雙手劍兵打老鷹就是痛啊 右邊又有一頭老鷹飛了過來 但是這次右邊沒有兵 其實還有 快來救一下 好 這個修道院 要趕快拆掉 不然這個生物黃金一直在跳啊 好 道德轉出了更多頭死手 這樣雙手劍兵就沒問題了 那現在MBL 沒有打算要繼續轉長弓啊 現在沒有長弓的話 打頭死手還是很吃力 最後不太到 好 三弓補下 直接打算把傷害升到滿 好 頭死手最後還是解掉了 好 右側又一波小打鬥 好 現在長弓兵開始慢慢 采了一些數量起來 正面大量雙手劍兵開始往前 想要壓制道德這邊的軍營 這六個軍營能壓制住的話 對道德的產能會有很大的影響 好 鋪裂點點一下軟甲技術 先加一下遠距離防禦力 現在來到了1加5 總共6點防禦啊 好 下面也看到上億人在挖金 這些村民抓掉的話 MBL會直接逆轉喔 但可惜啊 這裡並沒有長弓兵可以幫忙輸出 好 老鷹這邊一直想要給壓力 MBL趕快回補正面兵力 好 正面有一波 雙手劍兵也走了進來 長弓兵也開始慢慢往前 這裡是要轉強弩嗎 還是要轉戰毛兵呢 好 看一下下方 下方這邊拉了一堆頭死手 過來拯救一下這裡被鬧的村民 好 這邊MBL決定是要補弓兵 加上劍兵勇士 決定不打戰毛啦 鬼轉奴兵 那MBL應該是想要趕快 成型自己的工兵單位喔 這個長弓兵生產 工兵還是有點慢的 畢竟有這個城堡的素量限制度 那奴兵的話 他的準確度 射擊準確度也比長弓兵還要來得高 所以奴兵有他自己的優勢 長弓有自己的優勢 好 這裡雙手劍兵 可以再騷擾 現在下方TC重新卡一個 硬家也補下了化學 增加一下頭死手傷害 現在頭死手最大的傷害 可以來到了8點傷害 其實還算是一個不錯的傷害數量 那待會再補下這個拇指環喔 頭死手速度會再更快一點點 我今天應該是9點才對啦 這個印第安彈弓好像還沒有點 應該是5加4 好 這裡金冠點下 戰狼頭死機 升級好了 那待會MBL就可以使用巨型頭死機 反擊頭死手了 好 這邊就要來看一下 MBL能不能抓到對方的頭死手 或是大量的老鷹 巨型頭死機是關鍵喔 我們要重點觀看 好 MBL這邊看到敵方部隊 巨型頭死機趕快點 哇 死一大片 這一大片的部隊直接死成一壺啊 到的看他應該傻眼 哇 原來你有戰狼啊 有戰狼的巨型頭死機 這個破壞力相當十足啊 打對方的部隊非常痛 好 劍兵勇士不敢往前 後面用長弓兵 用射程壓制 效果很不錯 好 正面的射箭場 沒有辦法繼續補弓兵 還是繼續轉弓兵就好了 繼續出這個長弓兵 好 長弓配劍勇 是不利典非常強大的搭配 好 贏家四個生物 也被打噴了出來 現在贏家沒有辦法 隨意靠近MBL的部隊 因為一上正面的話 就會被巨型頭死機打爆 所以這邊再開始嘗試打多線了 但是MBL這次防守做得很好啊 一直有把這個劍兵勇士 放在該需要放在的位置上 好 這次生物打噴出來之後 趕快補一個城堡 後面再補一個修道院 來撿一下生物如何 道特這邊是轉出了拇指環 跟弓兵台甲 喔 有拇指環了 這邊精銳長弓也要補下了 好 補兵點 銀罐點下 易勇騎兵 易勇騎兵點完之後 射程終於要來到最高點 精銳已經補完了 來看一下這邊的射程 來到了6加5 待會就變成6加6 12點射程 好 上方勞伊一直在巡邏 但是MBL的村民數還是稍微有下降 只剩下105村 道特這邊經濟也是有點慘 現在還補下二級農田 跟手推車 但正面來說 MBL好像還是有優勢 大量的 劍兵偶士在前方 給後方的長弓兵 非常安心啊 長弓兵就可以用安心的射程內 進行殺敵啊 好 但是下方的罪行偷石機有危險 這裡這邊有事 似乎拉太多到了前線 罪行偷石機這裡被拆掉兩台 第三台可能沒機會 但是還是要嘗試硬上 這個直接繞過去 第三台也被拆掉了 MBL這波有點虧啊 罪行偷石機被拆光 但是還是順利拿下了這根城堡 正面的雙手劍兵想要反擊 但是已經送光了 MBL錯名書 還只剩下九十九寸 好 那看起來 MBL是要繼續往正面進攻 道德這裡是補下了戰毛兵 但是現在已經缺金了 道德還能繼續打嗎 而且四個生物也被打破了出來 這裡補了一個修造院 好 MBL用著自己的經濟非常好的情況 補下了非常多的雙手 這個劍兵勇士了 但是經濟來說是比道德還要差 但是道德現在是正面打不贏啊 有經濟人口優勢 但是沒有軍事上的優勢了 常攻兵一成型之後 就會相對難打 好 MBL 這裡補下了防禦箭塔 開始要來準備打塔弓了 那不列典的應用騎兵點下之後 箭塔傷害也會稍微增加一些 好 道德這邊直接打出了拒絕 我們恭喜應加道德 欸不是 MBL 不列典人拿下比賽勝利 MBL這裡打得非常好 常攻配劍友 這個打法打應加人能打贏 是相當不容易 因為這邊操作力 攻兵的操作是關鍵 只要攻兵一直沒有數量減少太多 劍兵勇士實在度也無所謂 畢竟有攻擊技術 搭配這個三攻三防 還有這個劍兵勇士的這個體質 軟甲技術 其實他可以存活很久 坦度非常夠 那劍兵勇士一轉出來之後 應加人能打的方法真的是不多 當然是可以繼續打老鷹配投石手 但這個威力相對來說 稍微差了一點點 打劍兵勇士出投石手 配劍友 可能可以考慮一下 但不管怎麼說 MBL這邊的策略相當成功 大量的劍兵勇士一直慘 就算要交換起來的話 道德這邊只要被傷到自己的本土 自己的領地裡 那就會很傷經濟 一旦傷到農田 這個交換資源戰來說 是由MBL是有優勢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這個MBL 拿到食物跟木材的資源勝利 道德這邊是採了一堆黃金 但是最後拿一堆黃金 卻輸掉了比賽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上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請記得訂閱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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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言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